生態的時候 必須要知道每個區塊都有各自的特性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性質叫邊緣 或叫邊緣效應 好這什麼呢 如果今天是個大的區塊 它的邊緣是不是就在邊邊 而中間呢很穩定 比如說這是個大森林 結果旁邊的森林邊緣 容易被別的環境干擾對不對 它的森林的正中央很穩定的 但如果今天這個森林被切割了 變成被拆殼成小森林 中間被馬路隔開來 這時候你的邊緣就變大了 好這時候呢 你每個小森林的中心 是不是面積就變小 好那為什麼說森林為例呢 因為森林的邊緣會比較乾燥 假設森林旁邊是草原 森林邊緣的環境 它的植物啊 或它的森林裡面會比較乾燥一點 森林的中央會比較潮濕 也比較隱難 因為樹很大對不對 好這時候你中央穩定的去 因為被分割了而變小了 好啦所以每個區塊都有它的邊緣 邊緣跟中心的性質不同 而邊緣的這個效應叫邊緣效應 如果你今天把它切割之後 它的邊緣會變大 而它的穩定的中央會變少 好那其中這個邊緣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理化性質的不同 溫度濕度 會變化 另外生物也會不同 有些生物喜歡在邊緣 有些生物喜歡在中央 如果喜歡在中央的生物 它從 甲環境變成乙環境 它就會面臨它的棲地 大量的縮小 因為都是邊緣 它不喜歡邊緣 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好往下 那為了 除了剛剛的邊緣相應之外 我們剛剛提到的廊道 也是在地井生態學中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有一些 現狀或帶狀的區塊 來連接不同的區塊 好 所以廊道的存在 可以讓兩個區塊相連 讓生物可以做往來跟前徙 動物當然是前徙 植入就是 花粉或是種子的傳播 好那這個 區塊可以幫助基因交流 但是它也有缺陷 它有可能會造成傳染病的傳染 傳染病的傳染 有可能 當然有好就有壞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些實例吧 這個是我 應該在台北附近 某個地方找到的那個 衛星照片 在這個圖當中呢 我們把那個 綠地框給大家看 看什麼顏色看得到 這邊一塊公園 這邊有公園 這邊有小小的公園 這邊有公園 這邊有公園 綠地嘛 這邊有綠地 這邊有綠地 好 這都不同的區塊 好 那我只畫出綠地的區塊 其他的區塊呢 當然也是哦 這是人類的區塊 所以 地極就是 自然的人為的區塊 都要一起表現 好 你們現在看這幾個區塊當中 哎呦 這是什麼啊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些綠色 帶狀構造在這邊 有看好這圈起來嗎 這是什麼呢 大馬路上的行道數 這些行道數就連接了 A跟B兩個公園 A的松鼠可以跳到行道路上 跑跑跑跑跑跑 跑過來 B的也可以跑過去 所以這一條馬路的行道數 就是A公園跟B公園之間的 狼道 所以狼道有自然的 也有人為的 有些是故意的 有些是不小心就形成狼道的 狼道的存在 可以幫助物種在區塊中移動 好 以上 然後那如果這個圖 我們來看什麼的 邊緣效應呢 好 像這個森林旁邊 哇 都跟人很接近 他會被人類的活動干擾 好 這邊有建築物 旁邊也會被干擾 所以只要是區塊的邊緣 都會有邊緣效應 容易被干擾 這邊也是 所以你的區塊 被分的越細 邊緣效應就會越顯著 就會有這樣的現象 好 以上我們就把 地景生態學 討論的什麼叫做 狼道 什麼叫邊緣效應 用這個例子來做說明